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一报道,美国参议院今天通过2019参年国防授权法案。 由于众院已在7月26日通过两院协商版本,支持强化台湾军力战备等有才条文都可保留, 只待川普总统签字后即可成为法律。 参院今日以87票赞成,10票反对表决通过两院协商版的2019参年国防授权法案。 其中第1257条为强化台湾军力战备主要内容为防御评估, 国防部长经与适当的台湾对口资商后,需对台湾军力进行全面性评估, 尤其是台湾的后备军力,该向评估需针对下列领域,人员管理及军力发展, 尤其针对后备部队,招募,训练及军事计划,指挥,管制,通讯及情报,科技研发, 国防物资采购及后勤,战略规划及资源管理法案规定, 在立法生效日后一年内,国防部长经与国务卿资商后, 需向国会的适当委员会提交这份防御评估报告。 报告还应提出包括运用适当安全合作职权在内的计划, 以便美国落实请担上任何相关建议事项, 扩大美台两军资深层级的军事交往及联合训练, 支持美国对台军兽及其他装备移转, 尤其是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。 法案第1258条则以国会议件方式指出, 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都是美台关系的基石。 内容包括,美国应强化与台湾的防卫及安全合作, 支持台湾发展及需的防卫军力, 以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。 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, 应经由对白军兽, 直接商售及产业合作, 强力支持台湾获得防御性武器, 并注重不对称战利及水面下作战能力。 此外, 美国应确保及时检讨与回应台湾提出的军购需求, 以改善对台军兽的可预测性。 国防部长应推动国防部的交流政策, 以强化台湾安全, 包括推动与台湾进行实战训练及军事演习的机会, 依据台湾律行法推动美台资深国防官员及军事将领的交流。 美国及台湾应扩大在人道救援及救灾方面合作, 国防部长应考虑支持派遣一艘美国医疗船访问台湾, 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任务的一部分。